大浪打上岸鞭梢波块 剑起大量水花 台东外海一号晚间台风夜风强浪大 出动大批暗巡和消防人员 因为有一名冲浪客被大浪冲走游不回来 黑夜里投执照明弹 还出动了空情直升机来回寻找 但救援行动一度因为受到 轩蓝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掀起四米巨浪增加不少困难度 经过两个小时搜救 终于在海面上发现一个小白点 趴在冲浪板上载不载成的男子体力也恢复了 趁着风浪简落时拼命往岸边探照灯的方向游 大家自己小心喔 小心 下面有声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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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回来了现场赏起掌声平安就好 但男子上岸后看得出来已经筋疲力尽 还好人没事 但真的把大家吓坏了 你本身有在玩冲浪吗 有有有 如果像这种浪浪的话 他都倒着不反对成功 我看不到 应该可以 而根据了解 当时他们一行四人两男两女相约台东机会与港附近冲浪 但晚间浪变大后四人准备上岸 结果31岁的五星男子被大浪冲走 带离岸边月一公里才会体力透支有不回来 但还好最后有惊无限 T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